- 欸? - 欸? - 欸?有欸 - 怎麼那麼高啊? - 0.89喔? - 哎喲,你現在是禁止開車囉 - 最近咧? - 最近咧? - 我在外面吃東西 - 回家的時候剛好遇到警察連結 - 還要吹那個酒色的 - 結果有點酒精反應 - 好險沒操標 - 可是重點 - 我剛好沒有人喝酒 - 啊我就很好奇啊 - 為什麼我吃個東西 - 會有酒精反應咧? - 啊我剛好在上網去查一下 - 關於會有酒精反應的一些食物 - 啊我如果實測給大家看一下 - 上哪說我買的測酒精儀器好不好 - 這個可能沒有像 - 他們的警察用的那麼高標啦 - 他們的好像比較高級 - 假設我上次沒有吃東西的氣氛 - 下吹的也是0 - 啊我會我吃東西 - 可能吹下去就有東西 - 換句話從一個人測一次啊 - 豆腐乳啊 - 我們請來用吃個飯糕了好不好 - 還用還沒吃之前啊 - 先讓他吹一下 - 證明他沒有喝酒 - 吹一下 - 零好不好 - 現在目前阿用是零 - 喔 - 先吃啊 - 先開動了 - 好 - 好甜喔 - 甜食了 - 這個我們就不能單吃了 - 沒關係沒關係 - 我們請阿用吹一下 - 來來來來快快快 - 五秒面快吹吹吹 - 等一下 - 欸 - 欸 - 欸有欸 - 怎麼那麼高啊 - 0.89 - 阿用你現在是禁止開車了 - 證明啦 - 豆腐乳是會有酒車反應的 - 很奇怪耶 - 不是有些人半夜會去吃 - 那個24小時的那種輕鬆小菜嗎 - 一定都有豆腐乳 - 一定都有豆腐乳 - 薑母鴨也是有豆腐乳啊 - 其實很多食物裡面都有豆腐乳 - 竟然 - 這樣你們想不到的東西竟然會有 - 又或者是阿用單吃啦 - 貪吃可能黃度比較高 - 所以如果真的喔 - 要開車之前啊 - 盡量不要碰豆腐乳啊 - 免得喔 - 傷錢喔 - 又傷身了好不好 - 又傷什麼身啊 - 怕你自己開車就撞死人了 - 我們進行我們第三個測試好不好 - 就由我喔 - 現在我是什麼東西都沒有吃的狀態下 - 我感覺流量好像沒那麼臭 - 好 目前是0 - 好0 - 我們進行我們的壓軸好不好 - 這就是傳說中的榴槤啦 - 你打開味道什麼都跑出來 - 好臭喔 - 油皮都要覺得很臭了 - 這個真的很濃啊 - 哇 這個是蔥腦的喔 - 這很淡淡的 - 沒有 這個是 - 很熟很熟的榴槤 - 其實如果是愛吃榴槤的人 - 這個是最頂級的 - 我買兩顆兩百四啊 - 這兩小塊兩百四啊 - 這兩小塊兩百四啊 - 我算是一百多塊 - 快點吃啦 臭死了 - 這個是第一口吃下去的時候很臭 - 還是愛 - 越吃越爽 - 好啦 - 準備囉 - 好啦來來來 - 我怕沒有東西齁 - 還沒有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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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零點一碗就超標了 - 零點一碗就超標了 - 簡單講 - 吃這顆榴槤就是超標了 - 我做個總結一下 - 第一個呢 - 上黃派 - 是沒有酒精反應的 - 可以儘管吃好不好 - 第二個呢 - 豆腐乳 - 豆腐乳的酒測最高 - 吃豆腐乳上街基本上啊 - 你就等著幾萬塊去附酒測吧 - 比較好 - 第三個呢 - 榴槤 - 也一樣會超標 - 只是沒有像豆腐那麼誇張 - 聽說栗子也會啦 - 因為現在這個季節買得到栗子 - 其實這個酒測的我後來想一想 - 因為現在都要推廣 - 大家不要在酒駕 - 其實大家應該每個人家裡都要買一個酒測的 - 也不貴啊 - 三百塊左右而已 - 你可以買一個最基本款的放在家裡